各位委員好 這個查核點的KPI其實就是針對 這邊這一組我們本計劃的模組 座上行下面這個底座 來做水 這個部分合理防衛性的一個測試 那整體來講他是從 模仿我們人類的習慣 就是習慣一 幫植栽噴水 那有些退休了還是時間多的 就會在葉面來噴水 那這個我們 在模擬一完了之後就會做模擬二 有些人想做徹底的清潔 就清潔劑來做擦拭 清潔劑也是個水分 會不會對我們的構造產生這個 電子線路的影響 第三個就是 我們在計劃書也寫了 飲料 其實現在就是我們辦公桌上不可或缺的小夥伴 他不小心 把他給擴建到這個 我們的開發的Sensor上面 那 功能老實講也是要正常 那這邊來講是一個手機 就是我們在其中有 Demo過的 但是因為他畫面畢竟還是小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 55吋的電視呢 還是有 做個投影 整個部分會是這樣子 那如果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是先就 第一個部分 來按照使用者的習慣 來做一個 測試 那 我們這次開發的成果呢 除了 圖像裡面的 這一組 這個很棒叫 花開富貴 那所有的技術跟Sensor都適用於 從左邊這邊看到的 包括青花池啦 不同的 灰池 那今天因為時間實在是 有限 那 原理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是要來做 第一項的 這個測試 那在 操作協助上面呢 我也請了 這個科技層的呈仙呢 來幫我做噴水的 試驗 我們就模擬 使用習慣 一 就是對 頁面來噴水 好像這顆就是你的小寵物 那四周 頁面都跟他噴 那讓植栽舒服一點 那相對呢 其實你如果注意看的話 這個動作 在頁面 也會 水 也會滴到這個 座上面 那因為這個是用WiFi來操作 所以事實上 我們就是要來看 所有的 感測的部分 是不是推波都會是正常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 這幾個Sensor 作息關懷他是用光嘛 人啦 就是人 OK他去觀照植物 那剛剛 我們 就用手動的方式 把 這樣的 Sensor把它做一個煙蓋的動作之後 其實 他就感染到主人已經去過了 所以 推波到手機 我可能在 台南 我可能在更遠的地方就是已經觀照過 植物了 跟植物有了互動了 是這樣的概念 好 那現在來講的話 現在要測 這個嗎 好我們拿個手電筒 來以光的部分 來看看 來看看這個 光的功能正不正常 能不能把 整個盆栽轉一下 讓委員看到 那個Sensor是在哪裡 就在這個小洞口裡面 我們現在 假設 戶外或室內的光 都已經有了那個變化 都已經有了變化 那這個畫面的立刻就跑出來 來 抱歉這是剛剛的 所以在光的部分請再示範一下 對這個是 用手機 開 手電筒 來照他 這個是 螢幕線框的部分 OK你看他就 秀出來說 哎呀光線太強了 這個植物不開心了 那這個其實用人工的光線 強光來給予照射 在剛剛 噴水之後 的 這一組Sensor上面其實是不受到 這個噴水的影響 就他的防水程度基本上 都已經有出來了 是這樣的概念 OK 那剛剛呢 我們又同時示範了一個 用這個蓋子 把Sensor給蓋住了 一樣 他表面是受潮了 但是呢你看這邊也跑出一個 光線不足 天黑了 建議我們開燈 所以以照剛剛在這個部分的 噴水頁面 可以證實說這個整組 的防水效果是有出來 他的方選功能 是 可以的 這個部分來講我想就是 模擬1 的部分大概就是介紹到 這邊 那我這邊可能要再 換個牌子 就是換到 2 這是習慣2 這個時候呢 其實就不是只有噴水啦 因為要做清潔可能會含有一些 酸鹼的液體 就是清潔劑 清潔劑 那我們就準備清潔劑 這個時候不能對植物了 這個時候就是對它的底座了 對它的底座了 那從畫面這邊來看 它就是一個大家知道的清潔劑了 那現在呢一個月才要清理一次的這個工作在 家裡啦 辦公室啦 很多這個 勞動的分配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 一個清潔劑 我們就來把它做一個噴灑 那其實最主要就是清潔啦 清潔 那這個Sensor 所見它因為裡面有內埋的Sensor 還必須發出訊號 所以 在這個擦拭之後 這個工作其實就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要另外測試一下 就是 當 清潔劑就真的噴上去之後 那 當 清潔人員 還來不及X的時候 剛好又有訊號進來 那他們呢 能不能夠那個 正常 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先看一下 剛剛因為人已經互動過了 所以已經關照過了 這個是剛剛的部分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其他的Sensor的正常度 現在 他表面當然清潔劑已經覆蓋他所有的鏡頭 包括光感應圈 那現在我們用光 手電筒來照他 也就是說模擬 室內的光線都已經加到很強了 那按理說這個部分呢 應該就是要有一些推波 推波到 遠端的主人 感應上需要一點點的時間 好 所以呢他確實Sensor的功能還是在的 光線確實是太強了 所以呢他就發出這樣的一個 訊號 紙摘不開心 紙摘不開心 好 現在 清潔也都做過了 那麼呢 我們這個時候要來做第三步驟的模擬 這個時候的水就會比較多了 就是這個 飲料 不慎 坡建到這個底座的時候 那麼會怎樣呢 那這個水量就比較大了 有時候 奶茶啦 什麼其實現在都上到 電腦的旁邊了啦 那我們這個計劃書呢 其實是 所定的KPI的規格就是 生活防水 生活防水就是指的不是把這個產品 泡在水裡啦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在室內使用 所以泡在水裡 也不合理 所以我們就是測試 噴水頁面啦 清潔劑啦 擦拭啦 還有所謂的 飲料的部分 那飲料的部分是因為 我們這個部分 就會比 飲料不小心去噴 還 更多的水量 這裡面是150cc 等於是買一杯咖啡的所有的飲料 那待會呢 我們就 以這麼嚴重的方式呢 把水 就是 在這個部分 來不小心就是水上去了 看看會怎麼樣 好來請進行 好 你速度慢一點 我要讓委員看到這個水量是多少 你就在這邊一直噴 其實你如果注意看這個水量是很大的 水量是很大的 好 那就把這個 這杯咖啡呢基本上就一直看 把它給 好 那現在 這個噴水你看這麼嚴重 水滴都在滴了 水滴都在滴了 好那這個OK 一般如果是 不小心 助理啦 還是你我把這個 咖啡弄上去也不會這麼多 大概第一時間呢 我們就會 那個 趕快來急救 是大家的生活習慣 剛剛上去的水量 已經是100cc左右 那我們這個的結構 它是做三層的設計 側面呢 我們很有信心的原因是在結構面 我們做了 用 機構 導流水 不要進去讓它導出來的一個概念 所以 這個部分來講應該是沒有問題 成仙已經在外面做擦拭 它的Sensor就還是已經 做出已經關懷跟盆栽不動 現在我再把這個 畫面上看到的 已經 它又推波了 這個是光線 所以顯然呢 這個部分這麼大的水量也是沒問題 那 慎重其見我再來操作一次 先把這個推波關掉 好 好這個是原始畫面 也曾經要麻煩你一下 因為這個水都很大了 那 剛剛 那個推波的訊號在螢幕上跳起來太快 可能委員沒有注意 我先要請你去協助 就是 先看這個要測什麼 這個是 互動關懷 互動關懷 就是人影的部分 那照理說這邊就要跳出一個訊號 請委員稍等一下 好 對 已經互動了 那請你把 請呈現把這個 訊號給 Disable 掉 我們來測測其他功能的部分 好 請進行 我們打手電筒打開 來測光 那按理說 他這個剛剛受到那麼多的水的一個光的鏡頭 如果防水做得夠 到位的話 等一下這邊呢 就會跑 出來一個叫做光太強了 I'm not so comfortable 的一個訊號 好 請各位稍後一下 在 這個產品上面的這個Sensor底座 他所有在這次的KPI裡面 剛剛都展現過了 那其中呢 這邊的一個 溫度控制呢 其實我們有準備好 要用這一台吹風機來吹 但是呢等到吹到Sensor都感應好了 時間就過很久了 好 那我們用這個來表示說 我們其實道具OK 但是時間上不允許 而且在其中都展示過了 那另外一個Sensor 的話是 濕度控制在這邊 這個部分來講因為今天外面 濕度也很高 所以一時也沒有辦法做展現 這個口頭禮貌上 跟委員您做一個說明 那所以呢這個整個 在這一次的 不管是三 第三點 第二點 以及第一點 水量就是 高 中 低的這個部分 已經是完成 請把這個水量的這個 對第一個 請對應又放到前面 是噴水 小霧 第二個呢是清潔劑 我們在抗酸抗檢也OK 接下來就比較大的 咖啡100cc倒下去了 所以整個 現況 這個技術除了這個App以外 就是可以用到這麼多的一個 產品 和今天的解說到大家 那如果 影片中有什麼看不清楚的 還是委員需要指證的 我們很樂意的 再提出進一步的資料 來做解說 那影片的部分就到這邊 其他的部分我們還是會以書面 來跟大家 以照規矩做一些解釋 跟說明 謝謝